这有一个点 从这个点画出一条线段 让这条线段绕着这个点转一圈 形成的图形就是圆 这个点就叫做这个圆的圆心 这条线段就叫做这个圆的半径 不难看出一个圆有无数条半径 而且每条半径都是相等的 以欧为圆心的圆就记作圆欧 圆上任意两点连接起来构成的线段就叫做弦 如果这条弦恰好经过圆心 那它就叫做直径 圆上任意两点尖的部分叫做圆弧 简称弧 如果弧所对的弦恰好是直径的话 那这条弧就叫做半圆 如果这条弧大于半圆 那它就叫做幽弧 如果这条弧小于半圆 那它就叫做裂弧 如果两个圆能够完全重合 那这俩圆就叫做等圆 如果两条弧能够完全重合 那这俩圆就叫做等弧 好了 圆的基本概念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要讲讲概念的应用 这有一个圆 AB是它的直径 C是圆上的一点 角AOC是50度 连接BC 你能告诉我这个角是多少吗 已经知道同一个圆的半径全都相等 那这俩半径就相等 这俩脚就也相等 它是50度 而它刚好是这个三角形的外角 那这俩脚加起来就是50度 它俩又相等 那它就是25度 搞定 看来半径处处相等 这个条件可以用来求角度 以上就是圆的基本概念的主要内容 最重要的就一点 看到圆就要想到半径处处相等 好了 赶紧刷题去吧 打赶紧刷题去吧